减少无效思考,降低焦虑 波特教授说为什么收入越高,生活越好,人们的焦虑就越严重了 他主持的一项虚拟学调查项目 对前90多岁主要城市的上班族进行了长期的更重采访 他们是年龄介于21岁到28岁之间 收入介于温饱与中转之间的人群 调查结果让他十分惊讶 虽然他预料到焦虑是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 但是焦虑人群却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有明显持续焦虑的人超过65% 有轻微焦虑感的紧不足8% 项目成员尼古拉斯所剩一20%人群都患有严重的焦虑症 情绪处于压力的压制之下 我在采访中就能感觉到他们的坏情绪随时会爆发 尼古拉斯在这个调查项目中主要负责收集汇用数据 虽然邮件真实性电话回访的工作 他已上百名采访者有过电话交流 对他们的声音 心声感同身受 因为他们自己也遇到过情绪管理的难题 焦虑感似乎成了这个时代无法消除的副产品 不管是身价百亿的成功企业家 还是收入微博的工薪借助 压力都以他们如影随形 这种压力的体验并没有固定对象和根源 生活和工作结束越快 它的影响就越强 到处是焦虑的味道 小吴是我的一个朋友 他失眠一年多了 这是一种痛苦的折磨 虽然他每晚睡觉前都会按时吃下一片安眠药 但这还是会让他在深夜一点都突然醒来 辗转反侧无法入眠 直到凌晨五点左右 他再晃晃乎乎的再睡了两个小时 然后爬起来去上班 在地铁上 他总是感觉天闲地转 头晕恶心 一直进入公司才能留下来 那是因为到处充满了竞争和厮杀的氛围 农不得他有喘息的时间 他说 让我决定改变这一切的动力 并不是什么突然的警醒 而是前不久生之后 我每天都有了许多面对下属讲话 和客户沟通的机会 我近几年地接触行业的权威 想他们学习 这种变化让我暂时缓解了焦虑 但时间一长 我发现自己的自信心没了 面对越来越优秀的前辈 我对自己越来越不满意 到了一定程度后 我觉得必须改变现状 希望自己能从心理上解决问题 后来小吴在我的帮助习下 马上为自己列了一张情绪清单 把内心所有的情绪都写在纸上 A自卑感觉别人都比自己优秀 B不安全感 担心事业的前景 C焦虑恐惧 觉得时间太紧了 害怕被别人超越 D压力打 工作太多 加班也做不完 然后我和他一起做条分析 关于A都有那些人 哪些人比他比你优秀呢 那处名单写在清单上 和自己工作范围 那所有关系能包括同学下属比一比 优秀的比例是多少 我已经10% 那你怕什么 说明你还不算差 问一笔 你应该学会把思考的重点 放到自己提升能力上 不要在意自己在公司内生存危机 当你自身的能力提高后 事业只能有所发展 不必担心有多少人会超越你 关于C 有上进心是好的 但与人有时候应该相 后看一看 是不是总盯着前面 看看被自己超越的那些人 是不是心里会不平衡很多 当你被羡慕升职时 我相信企业的投资 终于更多人会感到焦虑 这说明你应该恐慌的人 并不是你关一地 您用情绪清单了解 到焦虑的更年后 是不是也能用工作清单 来减轻自己的压力 工作永远是做不完的 重要的是定制合力的工作计划 按部就班的完成每日的计划 为自己找一个改变机会 首先帮自己找到一个改变的奇迹 比如升值降值等 可以产生强烈刺激的事件 这时候我们决定改变 会面对负面情绪有较深的认识 能够列出一张比较前面的清单 不要逃避 逃避是焦虑的温床 焦虑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逃避 找一个避风港躲起来 不敢证实问题 可逃避恰恰是焦虑的营养 你越是躲藏起来 前一时你激烈的负面情绪就越多 因为一直没释放出来 直到一直达到一定的程度量 就会突然爆发 后果往往是难以意料的 需要注意的是采取行动之前 我们需要看到它长什么样 我们为什么而焦虑 因为什么而充满担忧 就像小吴 他当过清单 观察到了焦虑情绪的来源 小吴说 我看到它就写在纸上 这四项情绪决定了我生活中搬着巴士的不快 不快乐 这张清单让我战胜的悲观 因为看起来姐姐痛的病毒太难 然后你要开始行动 心理邪中有许多战胜焦虑情绪的方法 我们平时也有整理情绪的本能 比如深呼吸 休息 娱乐等 这并不来 清单能够发现它们 也能替你总写一些方法 重要的是你要有克服问题的信心 在思考时不要含糊不清 在下决心时不要有了果断 否则影响你做任何事情的效率 用清单保持乐观的心态 而作为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的心理学博士 道格斯一直从事思维 思维及潜能开发方面的研究 他认为通过清单式的思考 能不能可以减少大脑活动的时间 并且预知清晰的前景 保持平稳及乐观的心态 清单的第一个作用是减少无效的思考时间 第二个作用就是因此降低焦力 后宽了我们的思维视野 他希望从生理上研究 探究更年并为此类了一张清单 从大脑开始到思维结束 他说人类思维核心区一直是未解之谜 我们当然希望能逆向研究 在80名参加实验室的志愿者中 我们分别提供不同的思考情境 同时对他们的脑部进行扫描 观察里面的电波活动 如果有清单协助的人 电波活动更少 思考效率更高 是否意味着他们的情绪波动就会更少呢 实验证实了道格拉斯的判断 随后项目组又评估了 测评了参与者的乐观心态和焦虑感 郁郁感的素质 对其情绪状态的程度高低 也进行了前面的测试 得出的结果都证明了清单的价值 我没有想到这样 他说乐观心态和焦虑感竟难 会受清单影响 这是不是告诉我们大脑天生热爱清单 意识也是一个逻辑的自体系 意识的反应 让我们有能力应对各种复杂的突发状况 这么说是没问题的 但他的工作机制也是清单化的吗 显然 扫描实验在某一个层面 让结果倾向我们判断 意识天生喜欢懒惰 他对凝乱和复杂的东西有天生的抗拒 这决定了我们总是缺乏 自虚感的事物 感到头疼 这时思考的效率也会下降 丹尼尔是波音公司飞行理念的缔造者之一 他参与设计的波音飞机的架式控制 显示系统以及清单系统 对此他说 飞行所册中的许多内容 也许一辈子都用不到 可一旦需要使用 他就能拯救飞行员的性命 这些清单内容通过训练 存入了飞行员的意思 如果有紧急情况 这个清单就会帮助飞行员 而飞行员将不用的生死关头 还要思考如何才能救助生命的办法 这一切都不需要 因为清单为飞行员准备好了 到格斯博士的总结是 一向任务所需的思考时间 确实是和焦虑感相关的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才能降低这些该死的坏性趣呢 你仅有乐观的态度 是远远不够大 就好像孩子 一生病我们就给他吃巧克力 嘿 吃个巧克力你的感冒就好了 真的吗 乐观的心态当然是因素之一 但乐观是怎么产生的呢 这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 清单让人们保持乐观的心态 有一份方向明确 方法务实的清单 可以让我们产生乐观心态 这是乐观的种子 因为它加快了我们思考的速度 减少了无畏的精力消耗 并使得目标可思法可行性都被加强了 通俗的说便是 伸手可得的东西才让人们感到高兴 减少思考时间是在提高效率 用于思考的时间减少了 就等于时间的单位产收比增加了 我们获得更高的思考效率 才有可能产生持久的积极心态 减少那些消极的思想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